嗨 各位朋友大家好 这一集我们要继续进行 认识敌人的系列 也是在潜舰系列里面 我们谈到解放军的潜舰 今天要介绍的是 032 轻疾的弹道试验潜舰 那轻疾这个称呼是北约 他们的一个命名标准 另外在这一集里面 因为它是弹道的试验潜舰 所以我们会一并介绍巨浪2跟巨浪3 潜射的弹道飞弹 另外最近的新闻 因为有提到有关039C 裁电动力潜舰 它的逆中设计 所以我们一并在这一集进行补充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整个解放军他们的潜舰 当然在那边他们称为潜艇 所以在这个矩阵里面 像裁电动力的潜舰里面呢 其实我们已经大致介绍完毕 只剩下最后一个 就是今天要介绍的 032的潜舰 它是一艘非常特殊的潜舰 另外在核能动力的部分 我们已经介绍过091型跟092型 我们会尽快在后续替大家介绍完093、094 以及目前仍然在建造中的095、096的核能动力的攻击潜舰 以及弹道潜舰 虽然在上一集我们介绍过了 它的长城200号的潜舰 也是属于一种裁电动力的弹道潜舰 另外还有033G 这一款的也算是试验型的潜舰 那但是在当时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把032这一型裁电动力的实验潜舰 留在今天来进行介绍 在上一集里面 我们提到的031跟033G 031就是左边这一艘 就是类似俄罗斯前苏联他们GOLF的这个弹道潜舰 当然是采电动力的 再之后中国为了研发它的潜射反舰飞弹 所以就自行开发了033G 就是右边这一款 那可以很明显 它在它的繁罩的根部这边 有非常大的一个飞弹舱 所以导致他们这两型的潜舰 它的运动性能都不是很好 也因为他们搭配武器的方式 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存在 可是他们大部分都是以实验的目的任务为主 在这边替大家做一个补充 另外最近Novel News海军新闻里面 萨顿先生他也有做一个报导 就是有关中国的039C 采电动力潜舰 它采用了许多的隐形科技 当然这些科技并不是无中生有 基本上在欧洲许多的潜舰设计上面 目前正逐渐的被普及化 在这一则新闻里面 其实最受关注的是 凡照它的上半部 采用了一个多边形的设计 其实这一项设计 目前在瑞典的A26的潜舰 以及德国下一个潜舰 就是212CD级的潜舰 也采用类似的原理来进行建造 那主要是希望让凡照这个区域 它的声纳反射波可以进一步的降低 不过这一类的设计它只能针对中频声纳 因为中频声纳是目前舰体声纳里面 大量被采用的声纳 它有点像我们雷达的概念 就是越高频的声纳 它可以探测的距离就越短 越低频的声纳 它探测的距离就越远 而高频声纳 它是可以定位的越仔细 可是它的距离不远 那低频的声纳 它只能抓到大致的方位跟距离 可是它的探测距离就可以非常的远 所以中频声纳刚好介于高频跟低频的中间 所以才会一般的水面舰的基本配置 都是中频声纳为主 所以在潜舰的外形上面 除了舰体部分的流线型 它的流体力学考量之外 可以努力的空间就只剩下 反照就是围壳附近这一部分的设计 所以越来越多国家的潜舰设计 就在反照这边下功夫 那在瑞典的A26级的这个潜舰 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它在反照的上半部 进行了一个多边形的处理 那这样子的处理对于中频声纳 它的反射这些的效果就会非常的低 降低它被发现的几率 那假如要抑制像低频声纳这些的探测效果的话 那就只有靠消音瓦这一类的铺设 来缩短敌人的探测距离 所以萨顿他也认为说 这一类的努力当然是一个走向 不过它可能只在于 它的噪音值的降低 恐怕也只有几分贝 而大量铺设消音瓦的效果 可能会比这个外形的整形 恐怕还要效果会好一点 而像德国的212CD 这一型的潜舰 它就不止只有烦躁的部分进行优化 它连健身的部分都一并进行调整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浩大的工程 当然它会对于整个潜舰 它的阻力 还有它的运动性能带来影响 其实就有点像目前第五代的战斗机一样 它们对于雷达的逆中外形的设计 要跟它的机动力要形成一个妥协 这也是要让设计者伤透脑筋 所以这个我们可能还可以再进一步的来观察 不过我的看法是 039C 它目前看起来只有在反照部分做这些更动 其他的部分像它仍然是十字形的尾垛 它的健身依然延续着之前039A039B 它的相关外形 当然也有铺设的消音瓦 所以对于它在降低噪音部分的表现 或许会有稍微改善的效果 但不会有全面革命性的影响 接下来我们介绍032型的潜艇 北约的代号是轻级 主要是在接替之前的长程200号的实验潜舰 所以之前一直很多人猜测 建造032主要是为了测试巨浪2型潜射弹道飞弹 可是有很多种说法说 潜射的巨浪2型飞弹 它仍然是由原来的031 它来进行测试的 而032常常被派于进行相关的工程测试来采用 所以这件事情就有待后续来观察 不过我们可以由032它的设计来看出一些端倪 首先它的排水量是3797吨 这是水上的部分 可是潜航的排水量就会高达6628吨 所以几乎可以算是目前最大的裁电动力潜舰 可以潜航的深度大约在200公尺 所以深度是还好 这也符合一般弹道潜舰它的作战需求 因为它并不追求极致的性能表现 当然它仍然采用双壳船体的设计 在水下的极数是14节 因为它整个繁造的体积非常的大 所以影响到它的相关的速度 它的成员大约有88人 另外它的鱼雷发射管有两座 有配备有四座潜射巡弋飞弹的发射器 还有两座的弹道飞弹的发射井 这在2014年中山航运博览会上面 有展出了032的模型 我们可以从模型上很明显的看得出来 它仍然属于一种十字形的纬度 不过在健身的中段 它有非常巨大的一个构造 除了繁造向上以外 另外它的舰体在侧面跟下方 它仍然有加大的一个船段 从模型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繁造内它有三个孔 可是第一个孔呢 最前面的是逃生舱 后面两个是弹道飞弹的发射器 在前段的舰身上方 它有四个潜射巡弋飞弹的发射器 而在舰手 它有两座的533鱼雷发射器 所以这是它在武器测试上面的一些布局 这是大陆网路上流传的一个各视角的示意图 从这个图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在潜舰的中段部分 因为受到巨浪二型潜射弹道飞弹的影响 所以在潜舰中段 它就必须容纳它的发射器 这也是目前中国它所有的弹道潜舰 它为什么会有一个规背的设计的原因 也是这样 因为它船本身的直径不够大 所以才必须采用规背的设计 另外在繁造的前方 舰身的前段 它就有四个潜射巡翼飞弹的发射井 那这部分大家都认为是属于常见系列的巡翼飞弹 另外比较特殊的 它在繁造内有设置一个逃生舱 就是万一遇到紧急的情况 那全舰人员可以全部挤进这个逃生舱来进行逃生 不过我还是蛮怀疑的 这个逃生舱能否塞进88人 因为觉得应该有点困难 另外从这张图也看了出来 它应该仍然配备有 闲侧的被动阵列声纳 所以基本上它仍然属于一种实验的浅剑 这是它的繁造的特写照片 很明显看了出来 逃生舱是采用分离式的设计 所以所有的人都塞进去之后 它可以跟浅剑来进行分离 另外它的流水口其实非常的巨大 所以对于它的噪音的抑制 其实看起来效果应该是影响蛮大的 不过在繁造的下方仍然看得到有类似诱饵发射系统 所以中国接下来的浅剑也应该会大量配置 诱标系统或称为诱饵发射系统 来构建它浅剑的最后一道防线 另外有新闻指出 032有测试过鱼石鱼雷 在中国它们的鱼雷目前都走向浅射跟水面剑双用途的方式来设计 所以这一部分值得我们继续观察 而鱼石鱼雷它基本上它是对应美军的Mark 48 MOD 7的重型线岛鱼雷 这是032的另外一张照片 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它的十字形尾垛 还有它在剑身中段的部位 它整个龙骨的设计还有船舱的设计是往下往上进行延伸 在2017年大家发现它的繁罩也进行了一个修改 在繁罩有关发射井的部分进行了加高 所以大家怀疑它可能准备要进行巨浪三型 浅射弹道飞弹的试射 可是相关的试射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有美国的官员认为2018年8月10日到13日 黄海的进行区进行的重大演习 就是为了要试射巨浪三型潜射飞弹 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巨浪二型 它曾经在他们国庆的阅兵上面有展示出来 而巨浪二型本身它的射程可以达到8000到9000公里 而且可以携带一到三个核弹头 目前在陆基的发射车的发射或中国的陆基弹道飞弹 一般的命名都是东风系列 而在潜舰的潜射弹道飞弹就会命名为巨浪系列 所以目前服役中的主要是巨浪二型 而刚刚研发成功的应该是巨浪三型 而巨浪二型跟早期的东风31 收集弹道飞弹是有蛮多类似的地方 目前巨浪二型搭载部署在094型的核子动力弹道潜舰上面 每艘可以搭载12枚 这我们会在后续来介绍094型的核能弹道潜舰 而巨浪二型它一般相信作战范围可以达到8000到900公里 其实北京到台湾的距离才1700多公里 而中国它的核能弹道潜舰一般都部署在山东的青岛 以那边为基地 所以我们都相信巨浪二型这一类的潜射弹道飞弹 它主要打击的对象是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些 或者是像俄罗斯印度这些核武大国 左边这张照片是巨浪二型它在试验的时候的照片 因为看这一枚弹道飞弹它的涂装 就知道它并不是一般的战备弹 而是试验的弹道飞弹 而这照片是从水下的弹道潜舰发射之后 如同一般的潜射飞弹一样 它要弹射出水面之后 它的火箭引擎才会点火 所以这时候火箭引擎仍然没有点火的状态 在这几年听到比较多的就是 已经有研发出了巨浪三型 它的射程可以达到一万两千公里以上 那这个差别就是从美国的西岸到东岸的差别 因为以巨浪二型来讲 就已经足够达到美国的西岸这些城市 而巨浪三型它一万两千公里的射程 当然就足以打到美国的东岸 所以这一类的潜射弹道飞弹 它所瞄准的目标 其实说穿了就是美国所有的城市 跟它的军事基地 在2019年12月22日 渤海地区试验了一枚巨浪三型的潜射 洲际弹道飞弹 当然这些事情也在美国的掌握中 在2022年美国太平洋司令 塞缪尔帕帕罗表示 中国它全部六艘的094型战略核能潜舰上面 部署了巨浪三型的洲际弹道飞弹 那这样子使得中国可以从近海 就是在中国的近海这边不用出海太远 就可以向美国发起了攻击 对于美国的安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 当然对于巨浪三型我们所知非常有限 这个照片其实是美国的三叉级 潜射弹道飞弹的照片 当然是作为示意 目前我们所知道巨浪三型 它的作战范围应该可以达到 一万两千公里以上 那主要可以部署在094型 跟096型的战略核能弹道潜舰上面 另外从中国的青岛到美国的首府 华盛顿的距离经由Google Earth的测量 它是11489公里 所以以巨浪三型的射程来讲是绰绰有余 最后当然也有观察家认为 032级的核能试验潜舰 表面上是弹道飞弹的试验潜舰 可是它真正的任务在于 作为一个先进的探测器 或者是作为探测工程的潜舰来使用 不管怎么样目前看得出来 在032它可以在上面测试多款的浅射弹道飞弹 巡翼飞弹还有浅射的鱼雷 这些都是可以达成的工作目的 所以在台湾来讲 中科院假如要及早恢复以前的抗农计划 就是浅射的鱼雷的研发计划 还有水下的发射技术 其实中科院应该是会要一款测试用的小潜艇 所以之前委托隆德造船厂建造的惠隆计划 看起来其实比较像是一款测试的无人平台 那这样在测试这些水下技术的时候 可以同时达成安全跟所要研发的目的 我们有机会再来介绍惠隆计划 感谢这一集大家的聆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